第七十集 书记上回 揭说这一段射雕英雄传 上回书咱们说到 全真教马玉马道长 跟江南六怪书 不错 你们江南七怪当中的张武侠 和柯大侠的哥哥 飞天神龙 磕的爷 让陈玄丰给杀了 但是你们这徒弟呢 郭靖把陈玄丰也给杀了 冤家一解不一解 现在梅超丰是个寡妇 而且呢 一对爷爷让你们给打瞎了 他的处境啊 也很可怜 六怪义听这话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要替梅超丰 讲情呢 所以六怪也漠然不语 过了一会儿 三爷汉堡剧可就说了 说梅超丰啊 他练这种阴毒的功夫 想当年 就不知道害死了多少无辜 想道长您 狭义为怀 总不能认着这种人如此的为非作歹呀 诸二爷说是啊 现在也不是我们去找他呀 是他要报复仇找上门来 全六爷也说呀 道长 就算这次我们不跟他正面冲突 我们躲过了 只要他存心报仇 日后啊 总是防不胜防 那全冲发说这什么意思 他这么厉害 趁着您在呀 咱们就跟他大干一场 再把梅超丰除了我们呀 是永得安心 要不然以梅超丰这么高的武功 我们呀 可防不住 马玉说 贫道 我已然策划了一个法子 不过呢 还得请六侠呀 宽大为怀 念他孤苦 给他一条 自新之路 朱聪啊 这哥几个 以柯震恶 柯的爷 马首是瞻 那都得听他的 现在柯震恶不表态呀 他们再说别的没用 柯震恶呢 也听明白 马玉这意思了 马玉说的这个话呀 是反话 为什么呢 他知道 梅超丰这十年当中武功大尽 马玉说 说你们饶的一命 念的孤苦 别打 其实呀 那是顾全江南六怪的面子 并不是替梅超丰讲情 这是那意思让他们呀 听马玉的 避开梅超丰的毒手 韩宝君等几个人呢 还都没明白呢 就听柯震恶呀 已然顺着马玉说了 我们江南七怪 生性粗鲁 向来只知道蛮拼硬斗 道长既然肯指点名路 我们感激不尽旧情事下 马玉一听 哦 行了 柯震恶明白了 柯大侠 人心善怀 必获天佑 此外还有一层紧要之事 据贫道猜想 这十年之中 那梅超丰一定 又得了黄药师的传授 猪二爷说 这个不 不太可能吧 听说黑风双煞 是桃花岛的叛徒 黄药师 怎么能够再传的武功呢 马玉说 贫道本来也是这样想 但是刚才 听柯大侠所说 十余年前荒山之战 当时那个情形啊 梅超丰当时的武功 跟现在相差 差有天壤啊 他如果没再得到 名师的指点 就凭他 离开了丈夫陈玄丰 又瞎了一对眼 自己再怎么苦练 绝技 到不了眼下这个地步 咱们今日 如果和权力 把梅超丰除了 要是黄药师知道了 剑怪下来 这 这话就不往下说了 惹了黄药师啊 那就真活不了了 你别瞧 梅超丰是黄药师的企图 但是 黄药师那人的性格呀 就这样 许我打孩子 可不许别人打我孩子 那这样的人很多 这叫什么 户短 哪怕我把 陈玄丰 梅超丰 他们俩人 抓回去 施以酷刑 给治死 但是外边 他是我徒弟 受了欺负了 你瞧不起 我桃花岛的人 那个我不让 何振沃呢 和朱聪等人呢 那在江湖上 听说了很多 黄药师的武功传奇 那就认为是 夸大到了 荒诞离奇的地步了 也未必可信 但是全真教 那是天下的武术正宗 想马玉道长 以掌教之尊 对黄药师 尚且如此忌惮 自然这位桃花岛主 是非同小可 朱尔爷说 道长 您这个顾虑忠详 我兄弟十分的佩服 那么就请您 试下妙策吧 马玉说 频道这个法子 说来呀 有点这个这个这个 狂妄自大 哈哈 还请六侠呢 千万不要见笑才好 周二爷说 道长不必过谦 想你重阳门下 全真妻子 威震天下 谁不亲阳 那这句话 要是由江南六怪 跟马玉说呀 也算一片 沉静之心 他也就是跟马玉说 你秋处基呢 也是全真妻子之一 但是你要是让 朱聪代表着江南七怪 向秋处基说这个话 他万万的不能说 马玉说 哎 频道七个师兄弟 在武林当中啊 尚有一点虚名 不过也是仗着 先师的仪德 但是频道我想 那梅超风 恐怕还不敢同时 向全真妻子下手 你也别说 没超风 要按咱们这套 射雕英雄传来说 以一个人之力 打全真妻子 七个人 那太难了 为什么 王重阳当年 为了让全真妻子 对付这几位顶尖高手 那一留下七星剑阵 全真妻子 哥七个 本身武功啊 都非常之高 您琢磨琢磨 那秋处基当年 一个人打拔个 那么要全真妻子 七个人都在这 七八五十六 也就说像柯真恶 朱聪他们这样的江湖豪杰呀 全真妻子 单打独斗 就能打五六十个 但是七星剑阵呢 把这七个人的武艺 又发挥到了极致 剑招连绵不断 而且利于防守 那个威力又翻倍了 就是像柯震恶 朱聪江南七怪 这样的武林高手啊 要是这个全真妻子都在 大概能打一百多个 这仗就得这么算了 所以呢 当初 这个王重阳 这个王重阳 留下这个剑阵 是让他们对付顶尖高手的 这是对付黄耀师这级别的 那么像梅超峰 陈玄峰呢 比黄耀师的武艺 那就差很多了 所以呢 马玉这个话 说得十分的客气 但是确实 他说的是事实 想梅超峰啊 还不敢 同时向我们全真妻子啊 动手 所以贫道呢 我想施个诡计 就用我们这点虚名啊 把他惊走 这个法子呢 说来可是有点啊 哈哈 不算是光明正大 不过咱们这个用意呢 是与人为善 有道鬼道啊 亦是正道 想来也不损你们江南六侠的 英明令狱吧 当下就把呀 自己这个计策给说出来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王月波演播的评书版 射雕英雄传 欢迎下载云听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什么计策呀 这不你们六个吗 再加上 我 咱们就冒充全真妻子 就七眉超峰啊 眼盲 他看不见 他也不知道全真妻子长什么模样 咱们也不用啊 献狱被盗装 连改容换装都不必了 就愣说咱们七个人是全真妻子 他一听全真妻子都在这 他必然不敢动手 要经走没超峰 那么马玉 还演马玉 剩下这六位 剩下这六位 冒充啊 其他江南七子当中的六位 还剩一锅镜呢 那就啊 算是尹之平 这是邱处基的一个小徒弟 这个话说出来 让江南六怪冒 全真六子的名字去下 没超峰 他呢 怕江南六怪听了呀 不乐意 所以呢 这才拐弯抹角 把自己这个计划给说出来 既保全 全真七子的威名 江南六怪的威名 还能够啊 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实在是一个高明的方法 可是六怪听这话呢 都觉着未免示弱 他们就想 就算没超峰 当真他的武功大尽 甚至于说黄药师亲自来了 那又怎么着呢 打不过 打不过不就死吗 最多也不过就和老五张阿生一样 命丧荒山 我们绝不能啊 揉了江南七怪的名头 这就是江湖好事所想 虽然说江南七怪一辈子行侠仗义 但是得一个七怪的名头并不雅 原因也在这儿 一味的斗狠 他不知道保全自己的性命是最主要的 你要是用普通话说 就是有点浑呢 你明知道打不过人家干嘛还打呀 宁肯战死 也不能够输 也不能咽这口气 这实际的是不对 所以几个人呢 可就把这想法给提出来了 马玉一听啊 也不能强说呀 那就劝吧 劝之再三 最后马玉呀 跟这个柯真恶可就说了 为什么呢 这哥六位里头啊 柯真恶是老大 只要把他劝活的心就好办了 说柯的爷呀 你要知道胜之不武 说咱输了寒碜 咱们赢了也寒碜 咱们几个人 咱八个人 就算把人家铁石没超风赢了 传出去是以多胜少 咱又怎么露脸呢 叫胜之不武啊 败之有愧 败之不但有愧 还有险 两害相权取其轻 那咱们呢 干脆就别占了 把他吓跑了 不就得了吗 这么呀 苦口婆心的劝 说之再三 柯真恶呢 也是感念他对郭敬啊 一番盛情厚意 就冲着马玉的面子 终于就答应了 大家伙儿 饱餐之后 可就奔悬崖而去了 马玉啊 和郭敬啊 先上 忠二爷等人 仔细观察马玉 丝毫没有一点 炫技逞能的意思 跟在郭敬之后啊 慢慢的往悬崖上的爬 就瞧老道 不乏吻石 身形端宁 可就露出来 他的功力深厚啊 他的功夫 绝不在他师弟 秋处基之下 甚至在秋处基之上 只是呢 秋处基啊 明镇大江南北 享誉武林 但是他的大师哥 却默默无闻 想来二人的性格不同 使然啊 马玉和郭敬爬上了 悬崖绝顶之上 垂下来 长绳子 这才把六怪 逐一的吊上悬崖 上来之后 马玉带着江南六怪 让他们瞧 让柯的爷用手摸 梅朝风在悬崖上的大石头上 留下来的一条条鞭痕 这是我瞎说吗 你们瞧瞧 六怪啊 进阶骇然 这时候 才完全信服马玉 确实 不是威严耸听 确实没超风 这个能为 比十几年前 大进 自己等人虽然也进步 甚至于说 郭敬现在 丛陵啊 一直到现在这个成就 从无到有 进步很快 但是他们进步 都没有 没超风快 也就是说呀 马玉的这个实力判断 是完全正确的 这八个人 就算玩命 也打不过 没超风 八个人在悬崖顶 盘膝静坐 弹剑木色 慢慢就照讲下来 四野渐渐沉入 黑暗之中 等了半天 推算时间 已然是 骇莫子冲 你要知道 紫时啊 就是夜里的 十一点呢 到一点 这是紫时 骇莫子初呢 那这会儿就是 咱们现在的晚上 二十三点 多一点 韩三爷不眠 有点心中焦躁 他可就问 怎么他还没来啊 他的话音刚落 就听柯震恶 打了一个嘘声 嘘 来了 众人心中一领 侧耳静听 可是听的 不过是草原上的风声 其他的声息全无 其实这会儿没超风啊 尚在树里之外 柯震恶那个耳朵呀 特别灵 窘于常人 所以能听到 就这点 连老道长 马玉都不得不服 可是 梅超风的 身法好快 众人 急目下望 就瞧 远远的 月光之下 沙漠上 有如一道 亨烟 就滚滚而来 转瞬间呢 就冲到了 悬崖以下 紧跟着迅速知急的 就攀岩而上 朱聪呢 扭向回头 看了一眼 全金发和韩小营 就瞧 这哥俩呀 神色凝重 脸色苍白 特别的紧张 他瞧见 全金发和韩小营啊 他就瞧见 他自己了 估计我朱聪 现在自己 也遮连色 没有啊 多长时间 梅超风 已然 纵悦到癌上 他身上 还背着一个人 软绵绵的 丝毫不动 也不知道啊 是死是活 大伙一瞧啊 更了不得了 梅超风 带着一个人呢 都比啊 这些武林高手啊 快很多 可是别人 不履会 唯独 郭敬一瞧 梅超风 背着这个人 身上 穿着这点衣裳 是一件 黑狐狸皮的短球 似乎啊 是华征穿那件 狐球 所以他宁神 细看 啊 不是华征 环是哪个 不优得 他就要 诗声惊呼 刚这么一张嘴 妙手 书声 朱聪啊 眼明手 快一伸手 捧 把郭敬的嘴 就给摁住了 但是 这一点点动作 可能 梅超风 就已经听见了 爽的呀 朱二爷 可就张嘴 说话了 按原计划进行 朗声高叫 哈哈哈哈 梅超风 这个妖孽 只要撞在 我秋楚姬手里头 绝不能与他 甘休 就这一句话 饶是铁石 梅超风啊 也吓得这么一大跳 他来到了矮鼎之上 竟然听见有人说话 已然就是一惊 而且一听说话之人 自称秋楚姬 还提到他的名字 就是笨他来的 所以他更是诧异了 惊诧之下 梅超风啊 一蹲身就蹲在 一块大石之后 马玉和江南六怪 一瞧 醒了 就这一句话 已然唬住了 梅超风 那就好办了 按原计划 进行 再继续